就是刚好可以看到嘴巴 老师拿出口罩跟一般口罩很不一样 周经有个缺口嘴巴露出来 但这个缺口上面有塑胶隔层 这种特殊口罩真的有特殊作用 部分的儿童他们也很需要靠唇语的部分 来辨识老师说话的内容 口罩周围用布面做成 嘴部透明部分是用塑胶材质 就是专为特教班的听掌声制作 师生需要读唇语 戴上一般口罩几乎无法沟通 这样讲话 小朋友就看不到 对 只听得到声音 让小朋友很确认知道 这个是有没有卷舌 或者是有没有众音 在疫情之后 嘉义市有校方主动联系了 口罩公司提出了这个特殊需求 口罩公司真的着手研发 花了半年研发成功 还要捐出3500片给全国各个学校 听上的孩子必须要学习 要看到诚语 他的学习不能中断 有一些听损小朋友的上课需求 那他们其实因为这样子 因人机会 然后找到我们这样 希望能帮到这一群小朋友 中国加强防疫 校园一定得戴口罩 罕见的透明口罩 解决特教师生的沟通问题 预计4月开始量产 出期生产25000片 也将通通提供给 有听损需求的单位 还有特教班 记者后国马嘉瑜 嘉义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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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